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现观传论》当中 我们前面讲了表示遍制的十种法当中 第三个法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 加行道的四种法已经讲完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修行所依的中心 也就是说表示遍制的十种法当中的第四个 第四个 也就是说中心 这个在课判当中是这样讲的 修行所依的中心分两个方面 真实的宣说所依的修行 还有遣除它的争论 首先第一个也是真正的中心分它的本体 就讲它的本体和它的分类 那么它的本体颂词当中没有说 讲义当中主要讲是修行的根本 也就是说心的本来实相 这就是修行的所依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讲修行 下面会讲修行的本体有四种 比如说开甲修行 还有四种修行 也可以说四种修行 那么这些修行的依靠是什么呢 我们要有一种中心 如果没有中心 那修行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这个要讲修行的中心非常重要的 那么讲中心的时候 其实在佛教当中各大的教派观点都有所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讲小乘当中 小乘当中讲到中心的时候 所谓的中心实际上将来可以收行过来的 一种特别殊胜的圣者的中心 也就是说像《相关的俱舍论》当中也是讲了 就是自足少欲是圣者中心 从小都是或者你有一种不谈 不称或者少欲望的 这样的人有解脱的希望 他是圣者的中心 那么按照大乘的威士论观点来讲 实际上所谓的中心在阿难言上面的一种特殊的能力 也就是说是一种心 但是这种心就是六处的特殊法 什么是六处的特殊法呢 就是燕尔比赛生义 那么它也并不是完全是六根 因为六根到死的时候会灭尽的 但是也并不是六根以外的一种法 也就是说心的一种明清的 心事的一种明清的法 这种明清的法到原来是不清净的 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 完全得以清净 然后变成智慧 它是这样的一种智慧 而按照大乘的中观的思想 所谓的中心在第二转法论 和第三转法论的观点 也有所不同的 按照二转法论的观点 所谓的中心实际上是 边于一切众生的 心的本性 本来是空性的一种法相 一种法界空性是一种中心 正因为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讲到《入中论》当中 讲到空性的时候 它的中心觉物 中心觉的时候 会听到空性的时候流下眼泪 或者看到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生起极大的悲悲心 也会流下眼泪等等 这也是圣者中心的 一种树性的标志 或者《诗地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用盐质可以退离 那里存在火 然后用水料可以退离 那里存在水 那么菩萨生育的相推着 通过他的智慧推着这位菩萨等等 像这样的推断方式 实际上他的心 远着空性的法门的时候 当他的因缘马上要成熟 马上要熟悉法界 证悟法界的因缘已经显现的时候 中心会心觉 这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按照第三传法论的话 我们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 都具有光明如来藏 就像宝心论和密宗相关的 续部当中所讲到的一样 心的这种本性 本来都是光明的 一种无为法的 这是编辑于任何一个众生 这叫做所谓的忠心也可以叫 佛心也可以叫 或者叫如来藏等等 不管是哪一个说法 都是一样的 按照中观的观点 实际上所谓的忠心 我们作为凡夫人 把它当作一种 所缘的方式来进行证悟 因为我们现在迷乱的心 还没有完全得以清净 这个时候我们把忠心 不管是法界空性也好 还是光明如来藏也好 把它当作一个所缘的对境 然后对他进行缘取 缘取之后用不同程度的 自己还是获得这种证悟 这样讲的 而按照为师宗或者小乘宗 他通过一种因缘 相当于以能生所生的方式 原来有漏的心 慢慢变成无漏的智慧 那么这个时候 现前他的忠心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忠心 实际上经常在大乘佛教里面 遇到的佛心 就是佛心 以这样讲 当然一说到佛心的时候 我们极个别的有些 每个众生都有不同的 佛心的理顿 有这样的方法 按照一些《冷切经》的观点来讲 众生当中有声闻中心的 圆觉中心的 菩萨中心的 还有不定中心的 甚至断了中心的 有些个别的经典当中也这样讲 但是《大乘的经典》里面说到了 所谓的声闻 圆觉 菩萨中心是合理的 不定中心的话 也是可以包括在三个中心当中 然后断了中心的 也就是说 整个众生断的这种是没有的 因为个别的众生 邪见特别严重 用这种方式来称呼而已 实际上完全没有如来藏的 或者永远不可能成佛的 这样的众生 在众生当中是绝对没有的 包括《经庄阳论》 相关的大乘论典当中 也如是宣说的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宣说的中心 是在大乘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 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 在字面上讲的时候 也许不一定有特别明确的感觉 因为我们讲薄弱空性也好 或者讲这样的 《现观庄阳论》讲平时的一些 像前行 有些公案 或者是世间的一些讲座那样 特别感动 特别精彩 不一定 因为我们在座的人 大多数显现上可能还没有获得了 加行刀 剑刀 那这个时候一讲起来 空性这样的时候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 真的是以前有佛缘的 而且即生当中遇到 空性法门的时候非常欢喜 并且对此有极大的信心 说明我们的中心 已经有所觉悟了 有所觉醒了 这一点不但是大乘佛教当中 甚至小乘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它的中心 进行行觉 有不同的一些像 比如说小乘当中讲 听到了解脱的功德和轮回的过患 那个时候你心里面 数数的欢喜心 甚至在自己身体的汗毛之力 还有眼泪之流等等 这些像在小乘当中来讲 它也是一种圣者的像 也是一种解脱的像 说明对它宣说一些解脱法门 很有可能 很快的时间当中成熟 这是小乘当中的 那么大乘当中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有个别的道友 一方面听到一些空性法门 或者说听到一些密宗的法门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说 好像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欢喜 这也是说明了 我们相续的佛心 我们的这种佛心 依靠不同的因缘的时候 开始进行发芽 开花 有这样的一种想 因此我们学习大乘现观众文论的时候 首先要知道 昨天说外色词和内色词 也就是说 外面的善知识和内面的善知识 也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讲到一般凡夫的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主要是见到的一些修行和境界 之前讲到了嘉行道的境界 嘉行道和见到之间 为什么在这里讲一个中心呢 其实真正的中心 完全能成熟的话 一地菩萨以后 一地菩萨就开始算的 前面是作为一个凡夫 凡夫变成圣者 在这个之间 跟其他任何事物不同的 我们有一个佛心 那这个佛心虽然有不同的宗派 有不同的人识和不同的说法 但是最根本的我们众生 确实跟其他不相同的 我们还是有解脱的宗旨 有解脱的希望 有了解脱的希望 这个因缘怎么样成熟 这个问题方面要有分析 所以我们下面讲到中心的本性 实际上是修法的根本 也就是说有心的实相 心的实相可以叫做中心 这个中心的分类 按照本论的科判 以中体的修法而分类 还有分别的断除和对质法来分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通达佛心 从三个方面来分的 那么首先我们有 中体的佛心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 中心也实际上是佛心一样的 这个佛心从中体上 从修行方面来分的话 实际上我们所修的法不同 所得到的不同可以 总共这个中心 分为十三种法 其中前面的中体修法方面 可以分六种 本来这个颂词就是 通达佑六法 对之以断除 彼等皆用尽 具智慧悲悯明 大概有前面的这几个 有这样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 以中体修法而分 在颂词当中讲到 通达佑六法 本来通达佑六法 通达佑六法方面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所谓的佛心也好 中心作为对境 以缘去的方式来先前过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所缘的法界也可以说 或者空性也可以说 所缘的对境 本来是没有什么分开的 也没有什么分类的 然后依靠这样的所缘 可以有各种分类 本来这个虚空 是没有什么可分类的 但是因为虚空 小的有些虚空 有些是金子的瓶子里面 有些是银子的瓶子当中 有些是有铜瓶 铁瓶 那么每一个瓶子里面的虚空 有分类的 我们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这里分六个瓶子 那么六个瓶子里面 有不同的六个虚空 同样的法界也好 如来藏也好 佛心也好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可分的 本体是一种法界 但是我们能缘的众生的相续 不同的程度 对佛心的认识和证悟不同 就像是净品他能细数的虚空 和音品他能细数的虚空 不同一样 都有不同的分类 那这样的话 总体来讲 所译的 也就是说 佛心的本体上是没有什么分的 但是我们能译的 修法者的相续来分的话 实际上是他可以分的 当然这种分析 应该真正对如来藏的本体 有所了解 从佳心道开始 因此我们佳心道之前 还并没有完全能享受 如来藏的本体吧 那这样一来我们凡夫地位 有佳心道的 乱为 定为 人为 还有我们圣法位 圣法位四个 然后在四个上面 这四个所谓凡夫地 那么凡夫地的时候 实际上是愿法性 比如说我是一个 乱为的菩萨 那么我用我的智慧来愿法界的时候 我通达这样的 以忠相的方式吧 我们这个佳心道的话 全部都是以忠相的方式来圆取 或者是证悟的 佳心道的这四个位不同的菩萨 他每个都得到了 发心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分为四种 然后过了以后 圣者的地位 主要是有见道和修道 见道的菩萨 他愿法界 然后他所证悟的境界 修道的菩萨 他愿法界 他所得到的证悟 那这些都是在法界如来藏 我们说法界如来藏当中 从修行的本体上面 已经证悟或者说通达 不同的本体 有所不同的境界 这样以后在本体上 就是我们修行的能义上面 也可以这样分为六种 这是种的本体上分的 所以这些都是从证悟的 不同程度来分的 当然这个无学道 在这里没有分 资粮道之前的这些 也不算什么真正的证悟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大资粮道 我是小资粮道 我说种资粮道 我也可以远去法界 我也有所证悟 但是跟嘉行道的菩萨相比较起来 我相续当中的这种境界 也不算什么 所以他这里并没有说是 现前中心 因此在佛教当中 有两种中心 一个是本来自行诸中心 还有清净县的 或者是离构中心 有两种 所以真正的离构 从一地菩萨开始的 那么在这个之前 嘉行道的这四个地位 也基本上算是 属于离开了这种苟然 因为我们如果真正是 入了嘉行道的时候 才算是属于 能享受大乘的空性法门 在这个之前 虽然我们可能刚刚资粮道 甚至有些人 还小资粮道都开始没有入 但是你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对空性法门非常欢喜 有些道友都说 我现在遇到婆罗所颂和 遇到空性的时候 我天天想睡觉看着 养着看书都是动物受佛 我因为对空性法门 都是非常非常的欢喜 有些道友每个人都可能 自己的价值观不同吧 就觉得自己真的是 已经空性法门了 现在已经马上要成了菩萨了 这样的想法 但实际上我觉得真正的菩萨位 还是从嘉行道开始算了 这里从中心方面 也可以这样安定 下面第二个 以分别的断除和对质来分 它是分两个 一个是无间道的时候 主要是见道和修道上面 他见道和修道都有 无间道还有解脱道 无间道能对治的智慧和 所对治的断除的障碍 这两者通过交战之后 那很快的时间当中 马上要离开障碍了 马上要现前智慧了 这么一个刹那 这个叫做无间道 当然所谓的智慧和障碍 并不是我们两个人 互相拉着两个宝剑 互相打仗一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讲隐秘的时候 也是心的相续上安利的 心的相续上安利的话 不可能是 我这个智慧跟障碰撞 碰撞过后障碰失败 没有这样的 它是相续当中安利 但是相续当中安利的时候 也是有对治的 所对治的障碍 完全没有能力了 再继续活下去 再继续生存下去 而这个智慧完全是有种战胜 比如说我们相续当中的傲慢性 那么我傲慢的对治 真正现前的时候 从此之后不会傲慢的 是这么一个时候 在这个叫做无间道 无间道它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对治亦断除 前面所谓的对治 也是愿法界空性的 一种证悟无恶的时候 那么这种智慧完全都变成了 能对治对方的 自相续当中对方不说也可以吧 自相续当中障碍的这种法 这是我已经获得了剑道 我获得剑道的时候 马上要得到剑道的时候 我相续当中的智慧 一定战胜了对治 那么这个也算是我们中心 佛心当中的一部分 这个是无间道当中 主要是智慧的层面来讲的 这里所谓的断除 所谓的断除的话 依靠我刚才的智慧 证悟无恶的智慧力量 完全能断除 烦恼症和缩子障的部分 他就马上已经削弱他的实力了 他就再也不能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境界 断除 我们小乘当中经常说的是 决则灭 通过智慧把灭除的部分 也是一种空性 决则灭 小乘认为这是一个事法 但大乘我们都不认为 它是一个室友的存在 不管怎么样 他断除的部分 按理为是什么呢 按理为也是一种中性的分类 因为断除的部分 能断除的智慧这部分 在剑道和修道的 无间道可以分两种 然后剑道和修道的解脱道 解脱道完全已经斩生了 刚才前一刹那间 他就完全要离开了 然后后一刹那 真正这个 比如说我获得了修道 获得了剑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像 太阳从云里出来了一样 对着已经离开了障碍 这个叫做解脱道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 必等戒佣金 意思就是说 依靠前面的智慧 来进行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 然后完全离开了他所有的障碍 获得了解脱 我是一个剑道的菩萨 我前一刹那间 比如说 我五点三十三分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这种障碍 离开了所有剑道的障碍 那么三十四分的时候 这种解脱道的智慧 在我相续当中 已经生起来了 那么那个境界 称之为解脱道的 也就是说 他这里按理为一个法法 也是一个解脱的 其实这些都是对如来藏法界证悟的层面 不同的层次而已 实际上如果这样分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因为弥勒菩萨 为了特殊的必要 对个别的 已经有着这样的案例 其他的每一个阶段 并没有案例 原因也是在这里 当然刚才前面的这个颂词 别的一些讲义当中 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就是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前面 这两句话 实际上它是讲对质 对质的话 对质无间道的 一个是对质什么呢 烦恼障的 第二个对质所持障的 也有这种说法 但我这次 因为第一次给大家讲颂词 很多包括萨迦派 格鲁派 尼玛派的 不同的一些观点 这些都是并没有讲 如果讲得太多的话 我想第一次 你们也可能 有些都是特别喜欢 讲不同的观点 但是这个有理有理的 有时候我们依靠自众的观点 很难免说出别的一些不究竟 别的一些不合理 那这样不如大的意趣上面 也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想这次我们 本来相关中原论 也有很多的一些不同 我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学 萨迦派说什么 格鲁派说什么 然后格鲁派说什么 蒋派说什么 有很多不同的 但是现在可能谁说都是对的 没有错的 有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想 当然这样你们下来分析也是很好的 中观 移民 有些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辩论 这样也是很好的 但最根本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要对空性法门 生起信心 这个很重要的 前辈的大德们究竟的意趣 是无有相违的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同时我们自己 依靠这样的殊胜法门 就像我们昨天《六祖坛经》 里面所讲的一样 发四大愿 还有自己背诵也好 还有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能解释原文的意义 这个很重要的 然后不同的观点 下来之后再分析也是很好 这是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以断和质来分的 所断和对质 由这样来分的 然后第三个 它是一种特殊的通达方式来分的话 也是分为本体 还有它的特法和作用 其实这个科判确实这样分的话 好像颂词讲得很明白的 那么首先是它的本体和这三种法 颂词当中是 具智慧悲悲悯 智慧悲悲悯是前面讲的什么 下面呢 首先刚才前面的本体 具有智慧和悲悯 这是不管是任何的 我们大乘的佛教 只要大乘的佛教 它最殊胜的这些境界 全部都是大悲空性 大悲心和智慧不能离开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 不论是刚才 加行道的菩萨也好 见道的菩萨也好 还有修道的这些菩萨 他们以通过无间道的方式 来断除未皮而获得的这种智慧 那这种智慧是什么样的本性呢 这种智慧一定是 具有能了到一切万法 无有任何习乱的智慧 还有遍天下的所有众生 想得到救度的这么一个大悲心 也就是说 这样的智慧和悲悯心 我们证悟的这种本性 所以我想 不管是什么样的菩萨 只要在这个世纪上 所谓的菩萨的话 那菩萨的相续 大家是很容易的 菩萨的相续 并不是我们现在 现在世纪当中 每个专业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 如果我是一个世纪当中来讲 我是一个化学的专家 或者我是一个天文学的专家 他相续当中的智慧 这种分体 都应该是不相同的 化学专家 前两天我们在讲 我以前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化学老师 他现在还当化学老师 所以我想当时他相续当中 全是化学的知识 所以可能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像我们老师的话 老师相续当中的智慧 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好的老师相续当中 有可能悲心 智慧等等 有些不好的老师 甚至有些可能专门讲一些解剖 这些确实也是很可怜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世间所有的 菩萨相续当中的智慧 都是智慧和悲心 无二无别的 这个是在这里也讲了 刚才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正无空性也好 正无如来藏的本体的 这些人的相续是什么样呢 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呢 它就是具有智慧 通达一切万法的智慧 还有利益一切众生的 大悲心作为前提 本体是这样的 这种智慧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呢 没有 它的得法就是不共诸弟子 也就是说上面所讲到的 智慧和方便的这种相关 那么不要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所谓的外道 或者说没有学过宗派的一些 世间当中的一些特别低劣的人 这些都不要说大悲菩提心 根本算不上 我们在这些 比如说农民 或者我们从来不学宗派的 一些财士场卖语的这些人 给他讲大悲菩提心 空性 这样的话 他就根本不懂什么 他相续当中也不可能有的 但是甚至声闻和缘觉的话 按理来讲是在小乘行人当中 比如说讲到中心的时候 他出业 下业都是博水 然后十二突脱心 还有清净戒律 所以一些小乘行人 非常非常的精进 但是他们像这样的大悲菩提心没有的 所以不共诸弟子 他跟一般佛陀的这些弟子 有些根本干不上 这种大悲菩提心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自己也应该观察 我到底是不是大乘佛子 如果是大乘佛子 我相续当中肯定是 对万法不太执著的 一种空性的智慧 啊 我们不敢说一点都不执著 但是不像世间人一样 从来没有学过空性的人一样 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我认识有一个居士 他平时都是说得很不错的 说是证悟空性 我对世间法不执著 但是后来说是特别伤心 我说为什么伤心 我这个家庭戒体了 原来我们经常听到 苏联戒体了 这个时候就空不了了 特别特别执著 而且伤心的 马上要想自杀的心 都是经常产生 他们也在这样说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大乘空性法门真正是 在快乐的时候 都认为自己是一种有所证悟 但是当你遇到 不管是你家庭戒体也好 或者说有些问题的时候 包括我们身体不好 遇到一些不好的对境 就是你特别不悦意的一个人 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 看你修度空性是怎么样 平时自己认为 自己修的也是很好的 但是关系特别不好的是 这样的一个人在路透当中 突然见到 在你面前现见的时候 看你的态度空不空 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作为搭配菩提心 也是这样的 我们平时认为自己是大乘 好像从总体上讲 我们经常说 天下无边的愿一切众生如何如何 尤其是念诵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但是我们不说 天下无边的众生 遇到一个众生的时候 有时候怎么样修本性 在这方面 我们可能自他都要去观察 所以他这里 这样的大悲菩提心 一般的声闻缘觉和世间人 都是没有的 这也是他的一种特法吧 也是如来藏人世的一种境界 他的特点上面来分析 下面是他的作用方面 作用方面 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暂时的作用 还有一个是究竟的作用 暂时的作用是什么呢 利他坚持心 就是具有大悲菩提心的这种菩萨 他会利益众生的 他利益众生的方式 他一定要印记释教 就是由善教方面来 对不同的众生 用不同的方式来饶一塌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佛教当中讲了 四种义趣 四种秘义 信心修习和经状论当中 都是非常的广束 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一般相关状论的讲义当中 在这个时候会讲到 四种义趣和四种秘义 比如说平等义趣 别式义趣 别义义趣等等 这些会讲的 我们在这里都是不用的 主要讲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佛陀所宣说的这些法门 是不同众生的 有些给他讲一些不太了义的 不是很究竟的法 暂时让他的心引入正道 然后再讲 再宣说 给他最了义的法 有些直接给他讲一些最了义的 所以不了义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用四种义趣和 四种秘义来进行分析 所以有智慧的这些菩萨 暂时依靠三巧方便方法来 逐渐逐渐地利益他们 这是一个法 次第的行持法门 然后如来藏证物的 最究竟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法身智慧 按照个别讲义的话 有些是法身智慧 也就是说无学的 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利他心也好 所有的智力的功德 自然而然 无情当中可以现现的 包括十地魔的时候 一切都是在无情当中可以现现的 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呢 植物共用转 那么这以上 我们讲了 总共有十三种法 这十三种法 依靠法界空性也好 我们第三者法论的名称来说 依靠如来藏光明 依靠如来藏光明 已经分了这四十三种法 本来如果要分 还有很多 但是不用再分了 在十三种法的数目当中 已经可以决定 这个如来藏也好 佛性空性 一般第二个法论当中 它并没有讲佛性 直接是讲我们的中性是空性的 中性的本体是空性的 那么这个空性 可以分为十三种法 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一种辩论 遣除证论 首先是他们辩论的 然后我们给他进行回答的 那么辩论的话 法界无差别 中性不应义 对方这样讲的 你前面不是分了 法界空性已经分了十三种法 那么十三种法这样的分法 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所谓的法界也好 空性也好 如来藏也好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可分的 你怎么会依靠三层 而分了十三种法 那这样的十三种法 实际上是分的不合理的 本来的法界是不可思议的 远离一切言所思维的 那你怎么会分十三种呢 就像虚空当中 你把虚空分成十三块一样 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对方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可能有些道友也是在讲 不是刚才讲如来藏 有会儿讲法界空性 那法界空性怎么会是分呢 那如来藏怎么会是分呢 那这个分法是有点不对了吧 有些可能这么想的 但实际上这没有过失的 怎么没有过失呢 下面进行回答 有能义法 以故所必差别 十三种本体上 他的所依或者法界 如来藏本体 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可分的 比如说虚空 他自己的本体来讲 没有什么可分的 应该不用分的 但是我们缘去他的智慧也好 或者说是依靠能义的 菩提迦乐不同的相续 那这样分的话 能义法来分呢 能义法确实也不同的 身闻中心的能义也不同的 缘觉中心的能义也不同的 菩萨也不同的 菩萨当中也是我们前面讲的 加行道菩萨 见道菩萨 修道菩萨的 这些境界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依靠这些 不同能义的证悟的境界也好 所缘也好 这些方面来分的话 一定可以分为十三种 本来能义所义 有时候是两个尸体互相依靠的 比如说 桌子上放差别一样 能义所义 有两个尸体的东西 这样来分类的也有 有些它是依靠 依本体 依范体 这些范体的法都依靠一个法 比如说我们这个瓶子 其实在瓶子上面有所作 无成 或者说它的刹那刹那的变化性等等 有很多的法依靠瓶子来分的 也可以分的 那么同样的 法界本体没有什么可分的 这是一种法界 但是这种法界 我们迷乱的众生缘去他 最后获得的证悟不同的境界 从加行到开始一直到 十地某位之间都是可以分的 十地某位之间 我们不是有不同的层次 一地菩萨他缘去法界的不同 然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 一地到十地有十个瓶子 那么十个瓶子里面 装的虚空都不同的 所以虚空本体来讲是没有分的 虚空本身是没有分的 那么能力品质的大小 品质的质量不同的话 那么里面所装大的虚空 都有不同的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 我们有时候说 如来藏好像有分类的 有时候空性有分类的 有时候说空性是没有什么分类的 这个时候在这里 能与所与方面来分的时候非常容易的 而且我们自己也在 观心的过程当中也会知道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性 就像虚空一样 本来都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能认识多少 心的这种本体 认识的不同程度 他受证悟的也不同程度 当你所证悟的时候 与他项链的违品 也是不同地会灭掉 这些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说颂词当中 直接也讲了 它是一种辩论方法 见解的话 我们这里所谓佛的中心 一般来讲 当然这个中心便于每一个众生 这个如来藏 大乘的经典当中也是说 如来藏是每一个众生都具足 可以遍于所有的众生 但是从证悟的方面来讲 或者自相续当中 能生起真正的 道相的方面来讲 我前面也讲了 资粮道还不算是真正的 已经证悟者了 应该是从加行道开始算的 加行道开始 一直到十地末位之间 他有如来藏的本体现前 而我们密宗当中说是开悟吧 所谓的开悟 你作为一个加行道的圣者 加行道的人说开悟 还算是凡夫当中 所以凡夫这样的开悟 也不算很高的境界了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讲 我们在讲密法的时候也讲了 一般来讲 大乘佛法的一些开悟 包括禅宗也是 我觉得至少也是应该加行道以上 而且密法当中的一些人识大圆满 证悟大圆满 这些应该是从加行道以上 然而加行道以上有些是圣者 一地菩萨的智慧也会现前的 有些佛地的智慧也现前的 有些还没有真正入于地 可能是加行道的乱定人 虽然跟五国王尊者和 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与显宗的舞蹈跟密宗的一些境界 也有一些对应的 在七宝藏当中也有对应的 那么这些当中我们都发现 在这里讲相关重要论的时候 也是说到 真正你受信 或者决心你的中心 界限是什么时候分呢 界限是从加行道开始的 那这个前召 在资粮道的时候也是有 还有它的前召 在我们凡夫道的时候也是有 我们还没有入凡夫道 但是我们还没有入资粮道 但是我可能马上要进入资粮道的话 我听到空性 我不是这样的吗 听到空性 我就非常欢喜 看到般若师僧 天天都是边哭边抱着 这个般若师僧 太殊胜了 这是真正诸佛菩萨的究竟智慧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连睡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地抱着这门说 我实在是离不开的话 说明对般若空性的受信 有一种中心的受信 是有所像 不像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人 一听到般若空性的时候 每次都是讲空性的时候 就大颗子 好像头到马上要掉下来了一样 就开始这样的 然后一讲到什么时间的电影 明星 就开始兴致勃勃 然后在这个时候说明中心 虽然断了 佛性都没有 但稍微有点 可能还是跟成熟有一定距离 这个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得出了 这个讲到了前面的中心 这个中心很重要 希望你们下来过后好好地思维 虽然这里文字不多 但是这个意义 已经涉及到大乘的 很多非常关键的问题 如果逐渐逐渐 懂得其中意义的时候 你也会认识到 实际上我们学佛是什么样的目的 学佛是依靠什么样的 不是现在《维吾论》 和有些《无声论》所讲的一样 人来的时候也是突然来的 然后灭的时候也是突然灭的 昨前好像美国还是澳大利亚 有几个科学家跟我辩论 我后来还是应该有些佛教都不供智慧来 应该算是破除他们的观点 他们认为现在是什么什么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 不痛的虫 他的身体当中有很多脑细胞 这些脑细胞 遍于很多地方等等 讲了一些特别是事而非的 像是理由了 然后这些人真的是对大乘 这些都是情有可原 因为不管是西方科学家 再怎么样也是 说都是说自己已经去过了 多少多少的大学 但你去过了无数的大学 实际上相续当中持有邪见 那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大学周边 也没有什么用的 我想有些时候根本没有教育 没有这种真理 相续当中便面邪见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想如来藏的这些本体 我们很有必要去系统闻思 否则我想我们学院现在 学五部大论很有必要的 本来我们修行也很重要 念昼夜也很重要 磕头也是很重要的 但有些是很多年轻人 你们生长的教育 应该说是很不幸的 从小都是开始 教育环境的话 从小都是开始说 没有地狱 没有天堂 甚至连自己的前世后世 都是好像不存在 所以我昨前天讲的一样 我们自己是没有思想的 全部都是依靠父母和 依靠老师带来的 然后他们的邪知邪见 已经成了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那现在你存活在 这样的世界当中 你用一个特别颠倒的价值观来生存下来 我觉得这种人生 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 自己用自己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如果我说的不对 你可以当场 举手 提问 反驳 都欢迎 下面讲到宣说 本体 实修这关系 修行所愿 表示辨知的十法当中 应该是第五个法 我们刚才讲了 修行的依靠 依靠如来藏也好 佛心也好 要那个来修 不然依靠都没有的话 修什么 没办法的 就像藏一朵花 依靠大地而藏 不可能是你 虚空当中能成长的 那么有了依靠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有一个目标 要有一个最究竟的道向 这个是什么呢 下面讲到的 宣说 本体 实修的相关分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所知取舍之分 修行的所愿 究竟修行的所为 最终的目标 还有宣说 实修相关的修行之相 后面会讲四个修行法 那么首先第一个 讲取舍所知的修行所愿 我们要修行的话 首先要知道 到底是修什么 学什么 从这个周围部下来讲 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刚才已经知道了 依靠如来藏也好 依靠佛心可以修行 修行之后又可以成就 但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要学什么 你一定要有一种取舍 不可能盲目地学 好的和不好的先了解 了解之后 你才可以接受好的东西 我们一般世间当中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修行所愿 分为它的本体和分类 首先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 所有的修行所愿 能取舍所知 该学的应该去接受 不该学的 不该修的 不该学的要放弃 这个取舍 我们本来也是讲取舍因果 取舍增加 这也是人生当中 基本的一种理念 这个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修行所愿的 主要根本它是取舍 然后下面讲分类的话 从两个方面来分类 一个是众受取舍 还有分别详细取舍 它这里有十一种法的所愿 首先第一个 在颂词当中说 所愿一切法 作为菩萨 依靠如来藏而修行的时候 他要修行的所愿是什么 就是修行的 比如说世间人 你要自己的家庭生活 要定下来的话 可能现在有些话来讲 你要寻找你自己的家庭也好 或者世间当中的生活 你至少也是要 造你自己人生的目标 同样的 我们修行的话 一定要有一种断除正义 舍弃不合理的法 接受合理的法 那么这个对境是什么样呢 所有的万法 首先我们菩萨一定要学 世间当中的所有的一切法 如果你不学的话 就不懂的 因此修行的所愿是一切万法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些人说 学大乘佛法的 学什么呀 不用学 你自己灌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能灌 能断除一切罪业的话 可以的 但这个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谓大乘佛子 一个是自相续当中的断除烦恼 也需要了知一切万法 还有你要饶益众生 因为众生的根机都不同的 比如说 我们对知识分子要帮助的话 我可能至少也是对知识分子所喜欢的 学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学校 去讲课的时候 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专业 所以我也不得不看 这个是什么专业啊 这个专业我一点都不懂的话 那我讲什么课啊 我会这样的 所以说 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乘佛教徒 那么他修学的所愿是什么呢 就是一切万法 作为修行的所愿 所愿一切法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意思已经说明了 我们学 应该可以说是学无至极 说学应该是无量无边的法 昨天我们讲十大寺院当中 也是讲学无尽的法门 这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具体的怎么样分呢 实际上是这个 用十一个法来分的 此复为善等 若世间所知 即诸出世间 有路无路法 还有诸有为无为 若供弟子法 即佛不供法 总共在这里讲了十一种法 那么十一种法当中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修学的 实际上是所有的法 所有的法当中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对自己带来痛苦的 实际上是不善法 然后带来快乐的善法 世间当中的善法和恶法 你也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赐福为善等 这个善法包括一些 像《俱舍论》当中的 身影善法 相影善法等等 也有这些善法的 然后这个灯子里面 包括一些恶法 一些贪嗔痴 杀到阴亡等等 这些恶法 不善法 还有灯子里面 所包括的无极法 也不是善的 也不是恶的 一般我们心诸诸恶的 一些行为一样的 无极法 那么这善法和恶法 还有无极法当中 我们作为大乘佛子 到底修学的是什么法呢 我们肯定不会是无极法 天天都是无极状态当中 这不是大乘佛子的所谓 我们有个别的道友 天天都是 你在干什么 我在杀呆 我在吃呆 这是什么 这样也不适合 这是一种无极法 无极法不是大乘佛子的修行者 有些作不善业 不善业也更不是 大家都知道 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善法和不善法当中 首先大乘佛子 把舍弃了恶法 舍弃了无极法 这是教义里面 所舍不善法之所缘 可能说舍 后面第二个课办里面有个 还有那个等舍法 无极法 他这里也不去学 首先已经清除了这两个 所有的善法当中 实际上有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当然世间和出世间也有很多的方法 有些说圣者的这种法 叫出世间法 凡夫的法叫世间法等等 有各种说法 但在这里所谓的世间法 实际上就是能增长我知的这些法 叫世间法 或者说增长无恶的法 叫出世间法 可以这么讲 所以我作为菩萨 他所有的善法当中 有世间的善法和出世间的善法 那这里他要接受的什么呢 就是出世间的善法 出世间的善法 是有出世主 这个是出世间的所缘 出世间的所缘当中也有有漏的法和无漏的法 就是有漏的法 实际上也有一些 本来有漏无漏法按照俱世论 俱世论所缘 或者以相应 以两种方式来缘去的话 就是有漏法 没有这个就是无漏法 还有按照大臣阿毕达木的一些说法 与自我相念 与自我相应 与自我的因等等 总共有六种门 有漏的六门 与六门相应的这些法 叫有漏法 没有相应的无漏法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在这里所谓的有漏法 施于一些对无漏增长 虽然它是一种善法 但是实际上轮回当中 不能得到解脱的这些是有漏法 能完全得到出世间的解脱 这样的法就是无漏法 所以我们菩萨应该所接受的 有漏无漏当中就是无漏法 那么无漏法当中 也有有为法和无为法两种 有些是缘去世俗法的有为法 缘去世俗的善根也好 世色也好 还有三世祈祷品 这些是有为法 缘去生意空性的 这些三世祈祷品等为主的一些善法 那么无为的无漏法 那么作为菩萨应该后面的无漏法 作为他所求持的法 然后最后 无为法当中有两种 一个是弟子 指的是一般的小乘 阿罗汉和僧文远居 他们所共同得到的三世祈祷品 四禅等等 这些无为法 还有佛陀相续当中不共的 十八不共法等等 那么我们作为大乘佛子 希求的是什么呢 不是声闻缘觉共同的 这样的无漏法 这样的无为法 当然他们相续当中的 无漏的智慧 四禅等等 这些也是实际上是很好的 非常好的 但是以佛陀的不共法相比较起来 也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我们修行的所缘 修行的所缘是什么呢 不是恶业 不是无济法 不是有漏法 不是世间法 不是有为法 那么最终是什么呢 你一直分分分分分 到最后的时候 修行的所缘 最究竟的目标就是要成佛 就是要获得佛陀相续当中的十八不共法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 其实《现广庄传论》 次第的修行非常分明 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子 到底是要该做什么 该修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就像世间人 他首先要顶尊 人身方向和人身目标 我们也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很多的有漏法的善根 无漏法的善根 世间法的善根 出世间法的善根 等等 有生意地的善根 世俗地的善根 特别特别多的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行持善法来讲 我们对不好的恶法方面 我们就干脆放下来 不要去求 但是在善法当中 有这么多的善法当中 最后我们都要希求的是什么呢 希求的就是佛陀的不共法 这就是修行所缘 大家要知道 我们原来讲 华智仁波切的 修行次第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什么叫做修行所缘 修行所义 这些都是转用名词 希望你们还是应该要记住 什么是修行所义 修行所义讲的时候 这叫做中心 中心是不是我是 擦地利中心 还是普罗门中心 还是非洲中心 这也可以算是一个 暂时人的中心 我是黑人中心 白人中心 洋人中心 东北人的中心 南方人的中心 等等 很多中心也可以 还有我的心 王 王 利等等 每个人都中心 但是我们这是一般的 世俗地当中 真正的中心就是佛心 佛心就是修行的所义 所缘是什么样的 这些转用名词 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记住 最后讲考也好 讲课的时候应该是能讲到 真正的现观照样论 不共的道理 所以我也经常讲 我们学居士也好 现观也好 中观也好 我们现在开始 这里要培养专业人才 所谓的专业人才 有个别的法师 一定要对现观精通 自己至少两三年都是学现观 以后在任何时候 你就可以讲现观 我们那边有一个老师 他很多知识都不懂 但是他特别会宣传艾滋病 很出名 所以跟这个有点不同 我想有些是专门讲现观 有些是专门讲因明 有些是专门讲中观 专门讲修行 专门讲大圆门 这样很好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 最近自己喜欢哪一个法门 自己的人生当中一定要用这个法门来 想帮助很多人 你们有兴趣 你们自己可以报名 到时候我们专业性的培养当中 将来两三年 四五年当中 各方面对法师和一些居士可以专相性地培养 这样应该对众生也是有利的 希望你们我说的有些话应该记下来 记下来过后要实际去行动 不然我现在比较忙 偶尔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 但是你们没有重视一次 而就像忠一生 有时候出来说说话 然后一下子业力 原来有一个电影叫做《天然天然》 他就说两句话 又被其他的业感已经做了 就像以前我们讲《前世今生论》当中 有一个叫做多戒讲词 他的业感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提出一个 比较合理的建议的时候 你们应该拿着笔 一直抓到 哇 这个很好 马上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过后下面去执行 这样即使我还没有得到 加行到乱为 但是也许也有一些用处 如果你没有这样抓住机悦 很多机缘就一次而失去了 希望看看以后我们佛教内部 要专业性的人才培养 我觉得当今来讲也很重要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是吧 这个遇见是吧 这个遇见叫做多戒讲 这场准备是我们 Anything 都在做多戒讲 自己的遇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